下期是瓜果飘香的季节 新疆素有瓜果之香的美誉 年人均瓜果产量为全国最高 今天的瓜果情报站 我们就带您去新疆伊犁河谷 摘一种特别的水果树上干性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崔宁就在采摘的现场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崔宁您好 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树上干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水果 有什么特别之处 好的张成 先说一下我现在具体的位置 我现在就在位于新疆伊犁河谷西部的 霍城县三公乡下三公村 这也是当地杏子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 连片的面积就有1100亩 全乡有接近400亩的杏原 张成刚才你也提到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杏子树上干性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看满满当当挂在枝头 是不是都是丰收的感觉 其实从个儿头看起来呢 它好像跟其他的杏子差不多 都属于那种个儿头不算太大的这个小果性类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黄里透红 非常的鲜艳也非常的诱人 而且它还有一种特别之处 就是这种杏子长在树上 它是不会轻易掉落的 一般的杏子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旁边 这棵杏树是这个杏原里专门用来受讽的一个其他的普通品种的杏树 我们来看这个杏子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是一般的杏子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树上干性呢 它就算在成熟之后呢 也会依然吸收这个树体的营养啊 挂在枝头 然后呢依靠太阳的晾晒来自然风干 晾晒成这个杏杆 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啊 既然它能够自然晾晒成杆 为什么我们在现场还能看到有很多的采摘工人在这里采摘杏子呢 那其实我刚才说的这种方法呢 是当地的老百姓在自家庭院里种植树上干性 这么多年以来非常传统的一种采摘的方式 那现在这种杏子作为商品国走向市场之后呢 你完全靠这种自然的晾晒就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比如说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数量的这种大量上市 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品质的统一 所以每当这个丰收季节的时候呢 当地都会组织人员来统一的采摘 统一的进行晾晒 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这个杏子呢 它不仅适合晾成杆 而且它也非常适合现实 我们来随便摘一个打开看看 这种杏子它的果肉非常的紧实 很厚 而且呢 它的水分很少 吃起来 酸酸甜甜 不像有的杏子 它是完全那种甜味非常重 它呢 是一种酸甜的口感 非常的好吃 而且因为它的肉比较厚 所以我们看它晾晒成杆之后 这个就是晾晒成杆之后的树上干性 我们看它的果肉依然很厚很紧实 那吃起来呢也是 非常的筋道 那因为它是完全靠这个阳光自然亮晒而成 所以它保留了这种酸甜的口感 它的这个杏糊啊 我们看它的这个杏盒非常的 这么看它是看不出来 但是你用牙这么一咬 它就轻轻一刻就能咬开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别之处 那我们知道 其实杏子呢 它是很难保存的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啊 尤其是一些离这个杏产地比较远的地方 它很难看到新鲜的杏子 就是因为一般的杏子呢 它都比较薄 而且水分比较大 但是这种杏子 它不仅耐储存 而且也方便运输 像我们今天看到采摘下来的这些杏子呢 有一部分就会通过航空冷链这样的方式 运到北京或者是上海等地去销售 每公斤在市场上的价格在20到40元左右 按照这个品质的不同 那还有一部分呢 就会去集中晾晒风干制成杏干 那这种杏干的价格呢 每公斤在30到40元左右 也是按照这个品质的不同 那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呢 是基本上食品的 那今年伊犁河谷 整个这个树上干性的种植面积呢 达到了21.37万亩 预计产量呢 接近12万吨 产值超过8亿元 当地果农 在整个这个邻果的收入当中 这种树上干性的收入呢 就超过了85% 而且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货城县之外呢 伊犁河谷其他的县市呢 也在大面积的开始推广 这种树上干性的种植 所以随着这种小杏子逐渐形成大产业 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品尝到这种口味独特的杏子之外呢 也会成为当地果农 增收支付一个更大的助力 张成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 长见识了哈 大美新疆真不愧是瓜果之香 这个馅刚刚下树 就已经是美味的酸甜可口的杏干了 好 感谢崔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辛苦了 再见